邦,經常聽到有人說香港是一片石市森林 其實圍繞著一片土地的海岸線 都有不少值得探索的天然資源 Ruby,位於石澳最南端的鶴咀 是全港唯一一個海岸保護區 有一班科學家每天的工作 就是研究和記錄著本港的海洋生態轉變 將建業去看過他們的工作 今日的早上鶴咀如常都是風平浪靜 韋德祥和他的同事正是準備開船出海 典齊裝備,穿好潛水衣可以出發了 這一天他們要做的是記錄附近海域的海膽數目 潛到入水底,拿著一本記事堡 量度海膽的大小,詳細記錄下生長的情況 在這裡做研究已經九年的韋德祥說 這份工最吸引他的就是這一片海 很可惜在香港其實六、七十年代已經開始填海 最重要的海洋棲息地已經被填了 我們可以說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就是 要盡力保存我們僅有的身下自然環境 這個位於鶴咀海岸保護區內的 港大太古海洋科學研究所 在90年代初成立,專責研究本港的海洋水質 以及海洋生物的品種變化等等 是紀錄本港海洋生態變遷的一個重要基地 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環海 但研究海洋的人就不是那麼多 好像港大這間海洋研究所 每年只有六至八個研究生 他們說不是學生沒有興趣 而是資源不足沒有辦法開玩更多的名額 其實這份是一份冷門的職業 但我們都很需要一些新的高校家加入 我們的大自然環境是不斷改變的 如果我們現在所有的資料 就在這個時間停了是不足夠的 我們要不斷地去做研究 去不斷地採集這些數據 這樣才可以持續發展 研究所方面就說 未來希望大學能夠提供更多的資源 協助培養更多本地的科學專才 亞洲電視記者張建議報導